原料 咸蛋黄80克 苦瓜150克 蒜末 葱花各少许 调料 盐2克 石粉2克 鸡粉2克 食用油适量 做法 将洗净去籽的苦瓜切长条 改切成块 把咸蛋黄压碎剁成末 锅中倒入400毫升清水烧开 加适量石粉 放入苦瓜 煮约一分钟 把焯好的苦瓜捞出备用 锅中倒入适量食用油烧热 放入蒜末爆香 放入咸蛋黄 炒匀 加入超好的苦瓜 翻炒匀 制作指导 烹饪此菜前 将苦瓜片放入盐水中浸泡片刻 可减精苦瓜的苦味 撒上少许葱花 加入少许盐 鸡粉 炒匀调味 营养分析 苦瓜性寒 胃苦 含有多种氨基酸 有降血糖 除邪热 抗肿瘤 抗病毒 抗菌 增强免疫力等作用 还能使人肌肤红润有光泽 精力充沛 盛出装盘即可 口味咸 烹饪方法炒 功效清热解毒 适合一般人群使用